你 世间佛陀的独生 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放下仇恨的母牛 吴先生买了一头母牛 它圆滚滚的身体 淡灰色的毛 看起来是只非常漂亮的母牛 哎呀 阿昌 这是你刚买回来的母牛吗 对呀 怎么样 这头母牛漂亮吧 漂亮有什么用啊 买回来要会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嗨 它当然会工作了 你们看看 它长得有多强壮啊 嗯 这头牛的确不错 阿昌 你们家有了这头牛 以后种田就轻松了 哈哈哈哈 那是当然的 阿进 你快过来 看看我买什么回来了 爸 你买了一头牛回来啊 对啊 有了它 我们以后更田就会更轻松了 爸 你不是说要帮我买摩托车吗 怎么买了一头牛回来啊 摩托车过一阵子再买就好了 像这么漂亮又强壮的牛 在外面是很难买到的 吴先生夫妻两人对这头牛非常的照顾 无论晚上有多晚 都会去割新鲜的牧草来喂它 牛牛啊 这是我刚刚去割回来的牧草 你要多吃一点哦 哈哈哈哈 你对牛牛真好 都这么晚了 还跑出去割牧草给它吃 你还说我呢 刚刚你不也是跟我抢着去割牧草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 牛牛好像在回应我们呢 是吗 牛牛啊 你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 哈哈哈哈 还真的听得懂啊 牛牛 你好聪明啊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看起来 就像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啊 那是当然了 无聊 不过是一头牛而已 有必要这样吗 吴先生的儿子 对父亲买回来的牛很有意见 你动作快一点 还在那里慢吞吞的做什么 怎样 我念你两句你就不高兴啊 看来今天没给你一点颜色瞧瞧 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就对了 哼 看了就讨厌 看了就讨厌 还叫 好啊 既然你这么爱叫 我就让你一次叫个够 阿进 你这是在干什么 快住手 拿来 你为什么一直打牛牛呢 这头牛太懒了 工作的时候拖拖拉拉的 我看了不顺眼 那你也不能这样用力的打他呀 哼 他只不过是一头牛而已 打个一下两下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懂为什么你们对这头牛比对我还要好 哼 从那一天之后 牡牛便生了一场大病 身体虚弱了许多 暂时无法再耕铁工作了 牛牛啊 你多少吃一点 这是你最喜欢的牧草呢 他现在身体很虚弱 我看我去煮一些小米粥给他吃吧 给牛吃小米粥 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 妈 这头牛病成这样 也不能耕田了 养在家里只会浪费钱 我看不如把它卖给屠宰场算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 牛一辈子辛辛苦苦 为人耕田工作 他现在会这样 是被你打到生病的 如果我们还不帮他治疗 反而把它卖给屠宰场 我们是会遭到天谴的 天谴 不过是卖掉一头牛而已 这样就会遭天谴啊 阿静 以后不准你再说这种话 我现在就去找兽医 这头牛的病 我会想办法帮他治好的 兽医的检查结果 让吴先生夫妻两人非常高兴 因为这头五牛并不是生病了 而是他的肚子里有了小宝宝 真没想到牛牛肚子里有小牛了 对啊 看来我买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怀有身孕了 嗯 一定是这样的 这些日子我们要好好地照顾他 让他的身体赶快恢复健康 是啊 就算身体恢复了 也不能再让他耕田了 嗯 看来田里的工作 就要麻烦你跟阿静辛苦一点了 几个月后 快到母牛生产的日期了 吴先生和妻子去镇上帮他买一些必需品 儿子则留在家里耕田 哼 把牛放在家里不耕田 却让我自己去耕田 看什么看 快跟我去田里耕田 这只母牛已经即将临盆了 本来就不适合继续耕田 但吴先生的儿子硬要拖着他去耕田 过没多久 他便走不动了 谁准你停下来了 啊 快坐 快坐 还顶嘴 快给我工作 你这只懒舵牛 再这么懒 我就把你卖给秃载场 母牛被打得皮开肉绽 摔下在了水田当中 吴先生的儿子却还不放过他 仍继续打着 阿剑 快出手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是没看到 这头牛已经流产了吗 他没做错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打他呢 是他自己活该 吴先生夫妻俩回来后 便训斥了儿子一顿 然后他们将小牛的尸体好好埋葬 并找来兽医 帮母牛进行医治 可怜的女牛 她在想着她的孩子 是啊 阿静怎么能那样对她 实在太不应该了 你这只臭牛居然吼我 阿静 你走开 别让牛牛看到你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我代替他向你道歉呢 从那以后 母牛只要看到吴先生的儿子 就会叫喊 而吴先生的儿子 也不敢靠近母牛 为了躲开这头牛 他离开家外出工作 几年后 他在外地定居下来 并娶了老婆 小丽 这些都是青年采收的米 妈拿了一些来给你们煮 嗯 谢谢妈 阿静 你们结婚都这么久了 怎么小丽的肚子 一直没有消息啊 唉 别提了 也不知道会是吗 小丽一怀孕 过不了多久 就会莫名其妙地流产 因为这样 我们还去过好多间医院做检查 但是 报告都显示正常 没问题 唉 开来报应真的来了 报应 是啊 从你结婚到现在 我做了好几次相同的梦 梦见我们家的牧牛告诉我 说你害死了他的孩子 所以你这辈子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 上个月初我又做了一样的梦 啊 这么说 这世上是真的有因果报应了 妈 不瞒你说 上个月初 上个月初 小丽又流产了 而且 她每一次流产的时候 都会梦到一头血淋淋的小牛 报应啊 阿静 这都是你的报应啊 当初你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啊 妈 我知道错了 因为 我上个月也梦到 我们家的那头母牛 她告诉我说 如果不是因为爸妈的心地善良 对她又是悉心照顾 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唉 阿静 现在你明白了吧 你过去造了极重的罪业 让你现在早到了天前 从今以后 你要多做一些放生复生的善行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弥补你过去犯下的过错 嗯 好的 我从今以后 会忏悔之前做过的错误 也会努力做行善 放生护生的 将此功德 来回向 给被我害死的小牛的 杀生星 最非清 在湖北省有个村子里 出了三位技术很好的屠夫 大家都称这个村子为屠夫村 大叔 这里是屠夫村吧 是啊 这里就是屠夫村 大叔 那你们村子的流屠夫住在哪里啊 我们这里有三个流屠夫 不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一个 什么 有三个流屠夫 我们只听说 你们村里 有一位流屠夫的技术非常好 不管是什么动物 他都能一刀毙命 而且技术好到 不会伤到动物的皮毛 哈哈 我们村里的三位流屠夫 各个技术相当 要不然 人家怎么会叫我们这里为屠夫村 看来这一次我们真的找对地方了 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啊 大叔 我们是来跟流屠夫学习技术的 对啊 大家都说你们屠夫村的流屠夫很厉害 我们两个就想说来找流屠夫学习学习 我奉劝你们两个 还是不要学习这个技术吧 大叔 为什么你要这么说啊 大叔 你是怕我们学会技术之后 就把你们屠夫村的名号给抢走吗 其实我们这里已经不算是屠夫村了 那三位流屠夫也不再从事这一行了 那三位屠夫已经改行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三个人从事这个行业多年 所屠宰的生命实在太多 几年前他们三个人一个接一个的遭到报应 遭到了报应 大叔 为何这样说啊 我们村子里年纪最大的那位流屠夫 名叫刘一刀 不管宰杀多大只的牲畜 都是一刀毙命 刘先生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们大家的忙啊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刘先生 我们村子里有一只大狗很凶猛 村里的人都害怕它 所以我们想将它宰杀掉 因为它实在是太凶了 我们找了很多屠夫来帮忙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 他们说如果没有一刀就把它宰杀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那只狗反咬的 是啊 后来我们有听说 刘先生你的技术很好 所以特地来找你帮忙的 嗨 你们来找我 可是找对人了 别说是一只狗 就算是一只狼 我也能一刀就要了他的命 嘿 走 我 跟你们一起去 这一次 刘一刀又是一刀 就把那只大狗宰杀掉了 然而也因为如此 报应很快就降临到他的身上 老公 怎么样 那只大狗杀了吗 当然啊 我亲自出手 怎么可能杀不了 他们不是说那只狗很凶猛吗 你没被咬伤吧 它哪能伤得到我呀 这只狗啊 最近刚生完小狗 它的那些孩子 现在都还没断奶呢 它是因为要保护小狗 才会变得格外的凶 什么 老公 既然你知道 那只狗是因为保护小狗 才会这么凶猛 可是 你怎么还把它给杀了呀 雇主都给钱了 我怎么能不杀呀 唉 老公啊 这种事情 以后可以不要接了吗 你想想看 你杀了那只大狗 它那些刚出生的孩子 要怎么办 你今天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从来不会这样的呀 你知道吗 我们村里带学佛的李师姐 今天来找我 她跟我讲了很多 关于因果报应的事 老公 听了那些事情后 我觉得好可怕 你杀生那么多年 一旦报应 真的降临在你身上 那时会有多凄惨呢 又是那个李师姐 她每次只要一见到我 就劝我要忏悔改行业 她真的很烦人呀 还有 如果杀生真的会遭到报应 那我倒要看看 什么是报应 老公 你怎么了 你们说怪不怪 刘一刀竟然是被一杯水 给活活呛死的 大家都说 他这就是因为平常杀生太多 而遭到报应 这也太离谱了 他竟然是被一杯水给呛死的 对呀 这应该只是巧合而已吧 那我再跟你们说 另一位屠夫刘志成的故事 他是一位胆子非常大的屠夫 阿诚 我说的就是这匹马 他摔断了脚 兽医说 就算是接回去 也不能再工作了 所以 我们想请你 把他再杀掉 你们看 这匹马在害怕了 害怕又有什么用呀 他已经不能替我们工作了 总不能一直养着他吧 好吧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 那我就把他宰了吧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老人家 这匹马受伤了 已经没办法替我们工作赚钱了 所以我们要将他宰了 免得还要花钱养他呢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呀 这匹马自从来到你们家之后 他没有一天休息的 一直替你们工作 现在 他受伤了 你们就要把他宰了 你们这样做 可是会遭到报应的 刘志成 你可别忘了刘一刀的下场啊 又是刘一刀 那是他自己不小心喝水呛死的 你们一直说他是得到因果报应 我就不信 今天这匹马我是杀定了 你看 我已经把他杀了 但是我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早就说过 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因果报应 现在 我就要将他的皮给扒下来 哎呀 好痛啊 哎呀 阿成 你是怎么了 痛死我了 我 我的脚 我的脚动不了了 快 快把志成送去医院啊 哎 早就提醒他了 偏偏就不听劝 真是自作孽 不可活啊 这位刘志成做梦也没想到 他这一摔 竟然将脊柱给摔歪了 从那以后 他就瘫痪的只能躺在床上 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真是太可怕了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 大叔 村子里不是还剩一位屠夫吗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是啊 那一位屠夫是三个里面最年轻的 我们都叫他小刘屠夫 因为村子里的两位屠夫死的死 残的残 他就改行养娘了 这么说 这位小刘屠夫 他现在平安无事了 哎 如果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起杀戮之心 或许 真的就能平安无事的过一辈子 但他的杀心实在太重了 小刘屠夫在上山放羊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黑狐狸 哇 是黑狐狸 看来这里就是那只狐狸的家了 看进去洞好深啊 该怎么才能抓到他呢 小刘屠夫决定 用炸药炸开狐狸洞 于是第二天 他买了炸药放在洞口 炸死那只刚好要跑出来逃生的黑狐狸 哈哈 没想到 他竟然自己跑了出来 这样 我就不用想办法抓他了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后 小刘屠夫不知道为什么染上了怪病 他全身上下的皮肤溃烂 就像被火烧到一样 他的样子就像那只被炸死的狐狸 直到现在还在医院持续治疗呢 看来这位小刘屠夫 也没有逃过因果报应啊 是啊 杀生的报应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村里再也没有人从事屠夫这一行了 看来 我们还是不要学这项技术了 是啊 杀生的后果实在太可怕了 我们还是学别的技术吧 你们还年轻 以后的路很长呢 记住啊 可千万不要从事杀生的行业啊 谢谢您 大叔 如果不是您的提醒 我们可要犯下大错了 对啊 大叔 今天能遇见您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衷心地感谢您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沐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 时间每周六下午两点至五点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购目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果栋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五点到六点 力宏老师线上教学 联络电话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购目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hem Time Bye-bye Bye-bye Day Sarah Hay Dhammul Sarvanta Thayngatibya Arahadebya Samyak Sambuddhebya Namo Arya Ava Nupete Smaraya Bhudhisattvaya Maha Satvaya Mahakarunikaya Dhamdhya Ndhamdharanara Dhiridhebya Vuru Vuru Dhittevaatecharechadeh Rachawebya Chalee Kusume Kusuma Dhittevaadzw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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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